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7月21日凌晨零时 香港新增61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3宗为输入个案 其他58宗为本地个案 累计确诊个案超过2000宗 达2020人感染 在新增的本地个案中 包括一名怀孕35兆的孕妇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于惠玲表示 惠等婴儿出生后再为婴儿做检测 进一步了解婴儿有否经母体受到感染 另外关于那位35周围人的孕妇 今早她是由救护车送去伊丽莎白医院 已经安排了入住近利病房 苦科的团队连同内科的团队 都会去看回帮她评估 提供一些合适的治疗给病人 至于传染性 我们都会留意文献 也都是如果稍后婴儿出生之后 我们有需要都会帮她安排一些检测 去看回的 21日凌晨 距香港慈云山慈康村77岁男患者 及香港康泰护劳中心87岁男院友 通告病逝 香港至今累计14人死亡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厨主任张助军 呼吁市民如非必要 不需去检测 以免加重检测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